所以我第一個我想講一下劉振誠的創作 劉振誠他在這些博物館做展覽 那都是比較像Ballet de Tokyo 如果大家去巴黎回去看東京宮 蓬佩度中心 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 這是我剛去巴黎的圖書館裡面的總館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prestigious 就是說非常難得的一些場所能到這種機構去做展覽 他的影像說的很成功 所以比方說他的上海快車 那他拍了很多這種城市的生活 然後把它加速度的變化 所以感覺這個世界是處於一種特別荒誕的快進的狀態 所以它是一個對現今世界的一個隱喻 然後建設中這些都是我們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個場景 我們的拆啊 建了 對吧 但是他把大量的這個拆的這個圖片拼貼起來以後 又有一種混亂 荒誕 就是所以這些東西他做了很多這種 然後他的冰雕他有一個裝置作品 冰雕使用了270塊 七種顏色的大冰塊 埋自五大洲 在巴黎 北京和上海都展出過 他在北京展出是在一個工地 他在上海是在好像是外灘 然後在巴黎呢 就是說好像還先被人弄走了 然後又重新擺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他提出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人與現實世界關係究竟是什麼樣的了 我們怎麼在這個異化扭曲 而且過度消耗與不可持續的社會 怎麼重新找到方向和位置 所以他提出的這個問題啊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是他的冰雕作品 我們這次展出的是一組 類似於版畫一樣的作品 他這次的創作就是說他用到了 他是就是說在他回到上海 2019年回到上海的時候他的身體很差 然後他去散步的時候 在他的工作室鎖在邊上的一個地方 發現有一個中藥材的藥譜 後來他就可能出於一種 很難講的一種心態 他就把那些東西汁啊葉花啊 就踩回家也算是散步 後來他踩回家後他就想 我能不能拿他做創作 所以就是說有時候有一些東西是下意識的 他用原料用這些植物中這些東西 然後他把紙放上去以後 拿那種做銅板的那種打滾筒給他壓 然後他也重新就說多次的這麼重複的做 所以這個過程呢有點像做板畫 但是他用到了根啊茎啊葉啊花啊果實 種子以及一些藥用的礦物 就是說他想跟這個藥有關係 然後他把這一個系列的作品稱為林丹妙藥 所以如果你在我這個圖片上你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在真實的空間你去看那些作品 有的地方你會發現留下了一點點小花呀 有一些汁水有一些發黃的東西 氣味的話我現在裝了你大概也聞不著了 我玻璃都蓋起來了 形態形態的印象呢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所以這組作品它在這個正負空間抽象與具象 這是夢還是現實 這種這個裡邊就是帶給我們很多的一種 城市和體驗 我覺得有一種冥想的一種感覺 有一種療癒的感覺啊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這個作品我的一些想法 那它是把這個東西放在那裡做板花樣的樣子 那我回頭看我知道有一些藝術家 他們做過一種東西叫photogram 什麼是photogram 他們把相紙放在那裡 然後把食物放在那裡 然後打光 所以拿光直接曝光這個相紙 然後這個食物 所以他們這個一個特點就是說 跟食物直接相關 它不再是一個我眼睛看著我 我臨摸給你 而是有一個食物真的是跟它相接觸了 所以就是說它要養你對這個真實的物體的一個感受 當然像photogram 這個我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來它的中文怎麼翻譯 就是說我們回頭看的話 一些點點有名的藝術家也用過 麥瑞、曼尼 然後那個Robert Rosenberg、羅森博 他們也都用過這種方法 我提起這個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大家說 哇這個藝術欣賞 怎麼藝術欣賞啊 我需要去念藝術史 念藝術史當然是很好 但是比較實際來講 我猜你去念藝術史的時間也不太多 就像我現在要運行這個畫廊 我也不能一天到晚去修藝術史的課 但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就是 你看到一個作品你想一想 它哪些東西相連 而且這個東西沒有對錯 有時候我老公說你這個跳得也太荒誕了 我說nothing wrong 竟然是聯想 聯想永遠可以放四個隨便想 而且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如果你要我邏輯推理 我推不到那去啊 只有聯想才可以蹦過去 所以這個是我看一下 就是說它強調這種實物相接觸 就是說讓我們跟真實的東西相連 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這個藝術 不是說要給你畫一個特別像的東西給你看 讓你覺得要起悅於你 它的這種就是說它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繪畫它就是一個二維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的一個想法 另外呢我就想到 就是說剛才大家看這個一個枝條 很簡單的一個枝條 它在一個黑色的空間上從正中間把它分成 劃分開 對吧 它有一個上升的概念 就上升的感覺吧 那我立刻就想到 Barnett Newman 對吧 他的這一組作品 而且後來我覺得 雖然說它是抽象的 你那個還是具象的 還是看得出枝條 對吧 但是它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因為Barnett Newman 他這個系列 他認為這個叫 O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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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是它的 Break 就是它創作裡邊 就是Break-through 就是相當於很關鍵的一點 那這個詞來自哪裡 來自那個 就是中世紀的一個詞 現在我們 我覺得這詞剛開始 One-ment 我們現在基本沒有人用這個詞 那它在中世紀 它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它是一個聯合的概念 它是還有一個 Atonement 就是有一個救贖的概念 所以這裡邊 然後 那個 Barnett Newman把這個稱為叫 他說這個是像個 Zip 那Zip我們知道 我們Zip 衣服可以把它拉開 也可以把它拉上 所以就是說 這個東西 它可以把它連合起來 把這兩個空間 Actually相連 對吧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再回去看 那一幅作品的時候 你感覺到 它的這種上升性 近升性 當然它們不一樣的 我們永遠說這個 可以之間有一些 連接和內比 這個連接和內比 也不是什麼科學分類的需要 而是讓我們更加豐富的 去理解藝術品 但同時我們意識到 它這裡有一個 橫的這麼一筆 那我有些朋友到了畫廊 他就跟我分享 這個是什麼呀 有些朋友就會說 這樣我想去地球啊 這個扎根下來 你可以隨你去想像 對吧 但是一方面 我覺得它這個空間上 它把這個 加這麼一筆 你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地球的概念 你可以想像是 沒有這一層 就是說它從構圖上 藝術家每一個人 他都是他 他自己是特殊的 他就 他就創造這麼一個構圖 對吧 然後這邊加一筆 它是一個不完美 他把它這種 我們當時 好奇對身多好啊 那他就只要把它打破 打破才有獨特性 然後這個是他的 另外一幅作品 我不應該在他上面畫太多的時間 但是我當時很喜歡他 他這部作品的名字 叫 Heroical Sublimits 就是一個拉丁文 我也不知道我念的 對不對啊 那他的title的意思就是 Man Heroic and Sublime 就是人 他是英雄式的 他是崇高的 升華的 但是他當時出來一大段話 他就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 不再有這種 好像崇高啊 這種英雄的這種事 我們怎麼來描述這個了 所以他 而且他鼓勵大家 他就是說 這幅畫 我要讓你近看 你當然可以遠看 他說他 我要你近看 因為他要強調這種 他就說 你就把他當這個人 我要你跟他有接觸 有這種所謂的 Encounter 然後這樣的話 才會在相互之間 產生作用 那畫 你說我怎麼能對畫 產生作用 你對畫 產生很大的作用 其實是我們人 把一幅畫 把它送進 就是說 藝術史 還是把它 就是說 完全的 演滅了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相互作用 我們面對一幅畫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人 所以 那他不會跟我們說話的時候 他只能用他的 用他的色彩 用他的形 用他的線 跟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要學會這樣 去跟他們對談 如果說 你有興趣 那你就會去搜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作品 所以這是一個學習方法 我為什麼說 鼓勵大家來畫呢 那你如果說 來看我這個展覽 我現在給你介紹這些 你可以去看一眼吧 以後 你到了哪天 哪個播館 有什麼展覽 你還可以接著去看 兩倍那麼長 更有一種 像上走的感覺 然後這種霧氣蒙蒙啊 這種資料很鮮弱 但是 說這一切裡面 他再加上他的那個名字 當然 他這個 就是說 就是說比較早期的這種藝術家 他就是更多這種 Romantic的情懷在裡頭 對吧 所以 就是說 這些東西大家都可以去聯想的 然後這個是他的 然後這個是他的生靈 然後這個是他的生靈 這種枝條 就是你明顯的感覺到 哇 這像樹枝一樣的呀 這像 就是像活著的 你覺得他是有生命的 他自己在這兒 好像感覺像我們的手一樣的伸出去 對吧 然後這個叫月光 就是這種夢幻的這種 就是他完全不是一個真實的描述 但他是想把我們帶到一種 就說 比真實世界更有意思 可能更豐富的一種境界 所以 如果說 你哪天去日本啊 或者你哪天 你有一幾分鐘空 你就說 那我就搜搜東山葵椅的作品看看 那他大多是風景 我只是挑了幾幅作品啊 是因為跟我這個相關的 那人家說 嘿這兩幅作品好相同哦 他為什麼要畫一個這個 那藝術家他總是探索 他就說 不同的色彩帶給人什麼樣的感覺了 那像有的朋友他會喜歡淺一幅 淺一幅呢 更 就是說 他的黑色的背景 他就更深邃一點點 更重一點點 對吧 那這個紅色的背景 他稍微活潑一些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慢慢要 就是說要去感受 用眼睛去感受 就是說 色彩的變化 線條的變化 而不只是說 你這畫的是什麼呀 這怎麼不像啊 這像什麼啊 所以不要太去追求 我有時候我的朋友給他一會兒抽象畫 他說啊 我看到什麼了 我說OK 你是看到了 但那個不是你主要需要看到的 所以這個像這個作品的話 它色彩的變化 這種黃 然後其實呢 你看它的這種層次 對吧 它的陣形與附形啊 這個物體和背景的這種形成的這種相譜相成的這種關係 然後呢 虛與石啊 這種附空間 附的和正的 然後呢 它展示了一種什麼呢 誰說我拿這個植物在上面印了 但這個植物畢竟不在這兒了 除了剩下的一些殘缺之外 所以它永遠在展示一種缺失 這是我們人生裡邊最重要的一個課裡就是缺失 來的東西都會去 對吧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就是有一種在哲學層面或者審美層面都帶給我們 一種思考和感受的這種載體吧 色彩 你說哪怕這個葉子可能這個這種墨綠可能是它自己的顏色 那其他東西即使是它有相關的顏色 它也可能提成了 它不是完全的寫實的 它可能強化了 它有的可能完全是像這種黃 它完全背景完全是主觀用色對吧 那為什麼 因為它要帶給我們 它想說的話 它想讓你感受的東西 我為什麼突然走動 這個 所以前兩幅你感覺它扣圖上 你也可以去分辨它細微的差別 和它色彩的這種變化 像這個的話 就這個紅色 很多很多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這種空白的地方 給你透氣 或者還是給你一個正負型的這種對比 那這幅作品 我朋友剛開始看 他說這幅作品是全黑的 但你要仔細看的話 它非常非常豐富 它首先它的層次感 空間感 對吧 然後呢 它有一種 如果你仔細去想到 它有一種凋零的感覺 那我們有的人說 就像聖經裡邊說的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而地卻長存 我後來開玩笑 我說其實 即使我們的地都不一定長存 對吧 然後呢 所以 我覺得 大家如果說喜歡看日本的東西 日本的擦花 它總是要經常用這種枯枝啊 葉子啊 樹冠上掉下來的東西啊 它就是要讓你明白生命 生命的 真實的生命就是美 不管它是枯萎還是凋零 它就是美 因為這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然後這個色彩 其實大家仔細看 像這裡還有一點點紅 所以這些東西 它是用的那個 要用的礦物質 所以這個這幅作品 如果說你能在畫廊看的話 它豐富的程度 它的激勵 非常非常感人的 那同樣是黑色的作品 那這一幅作品呢 它更強調這個 這個 就是說植物它本身的這種 好像 像 糾纏啊 舞動啊 生長啊 你就感覺到 就是說你實實在在的 能感覺到它生命力 跟我們一樣 就是說它會 它會舞動 它會 就是說你就感覺到 從這個 你能感覺到跟自然的這種相連 就是所有的它這些作品的畫面 是非常精緻的 這種植物的美 它自然的 因為它是真實的尺寸 它就是植物的尺寸 然後這些植物本身的線條 細的粗的 然後它的這個枝葉 有些你都可以看到它留下的一些痕跡 那這一幅作品呢 帶給我們美和享受 它不需要像 除了這個東西 我們這次的作品 你都可以看到它是具象的 但是即使它不是 比方 像這一幅對吧 這幅它全部是用的花 所以感覺就很細了 它立即就說 你要走近好好看我 OK 它的色彩 它的一切都是很細膩的 然後呢 讓你想 你 這像是一個落陰紛紛 像花雨 像這種 你到了春天的時候 你看到比方說櫻花樹 桃花樹 這種紛紛落下的這種感覺 就是 為什麼就是說 日本那麼喜歡它們的櫻花 就因為它很短暫 它很快就消失 而且它落下的時候 它是那麼美對吧 然後有的人跟我說 我看到這個 想顯微淨假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 因為就是 這就是我覺得 就是藝術的魅力 它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它就是可以讓你 無窮的去聯想 跟你生活有關 跟你的個性有關 跟你的經歷有關 這一幅我總覺得 就是 人家說 要是完美 我覺得這一幅 從美上來說 真的是 就是說 它的 它的構圖 和它這些葉子 這些枝條 就是 我就說 要是說 你要裝飾你的家 我說 沒有比這個 更美的一個裝飾品 對吧 然後 它的 我覺得它的豐富性 它不會說 你看一天你就膩了 這一幅是有些朋友問我 說你那些 我們都看著 都挺喜歡的 枝枝葉葉的 那這個這是 這是什麼 好像這個不太 I don't get it 我知道這個它可能是剪的一些枝條 細的那個桿桿一樣的 特別就是有些植物裡面有 但這一幅呢 我覺得它就比較抽象一點點 它向你展示的是一個 一個動感 對吧 我說 我說你們不要覺得我荒唐 我說我看見這幅的時候 我其實想起那個漫天飛雪 我說當然雪花不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它這種舞動的感覺 它這種空間的這種眾生感 我說就讓我經常想起那個 小的時候冬天下雪了 很無聊的 然後有時候莫名其妙的心裡 會有一種 好像有點哀傷的感覺 就會看那個空間 好像空間呢 因為下雪其實一般可見度 並不是很高 但又感覺很深遠 有的朋友說 我看到顯微鏡下的東西 我說都可以 然後我覺得又說 它本來是一些線條 但是線條和之間 它們之間是有衝突的 但你感覺到 它們又是在那舞動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這個 而且它在用的這個色彩 是這種藍白的 就是一種很安靜的 然後就讓你去好像 去觀察和思考 這個世界的經緯的那些 不是我們眼睛一眼看得見的那種現象一樣 第二個藝術家我要講的是呂鵬 就是說同樣 他的這個就是說資歷 他參加過威尼斯雙眼展 的部分展 然後像這些很多悉尼的博物館 韓國、香港、北京 所以這是他的藝術收藏 也是很就是 可圈可點的吧 這是去年的展覽 大家可以看一眼 他的當然是 就是說很當代的一個 超寫實的 不是超寫實 超現實的 然後呢 就是說這種中西混搭 然後有的部分啊 像這種 就是說有很多 隱喻性的 象徵主義的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是 文藝復興的那種現性的光 對吧 但是大家仔細看呢 就是說 呂鵬的話 他是中國傳統繪畫和 他對文藝復興特別崇拜 所以和西方繪畫 有一體的一個 一個藝術家 而且他的繪畫造詣 這個繪畫造詣是非常高的 這是他 就是說 這組作品我還沒展 因為他是畫工筆的 所以他畫得非常慢 我要給他做展覽呢 我都是要慢慢從他手裡搶到作品以後 轉著這樣轉夠了 有個幾張 就是說你很難想像 我會給你的女朋友 做一個整個畫廊的展 因為他很難佔滿這個空間 呃 因為他的作品也會要給其他的畫廊啊 給其他的藏家 所以我們是一點一點展 我是很喜歡這幾張新的作品 呃 這個名字 《借東風城外》 所以你看他把這個 就是 你一看到這個中國的這種 波普的感覺啊 混亂啊 然後這個中國的這種城牆 和西方的這個是 波普的這個繪畫 這些東西都混搭在一起 然後這個文藝復興的光 呃 所有 這些像這種 呃 就是說這是他的 比較 大家 耳术能詳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在藝術界裡比較有影響的作品啊 他的 你看像這一幅也是 就是有點像他的 signature 像他的 但是 你們會說怎麼一下跳到這兒了 其實他沒有跳 他在技巧上 他永遠是 呃 因為他是研究 呃 中國古代 會畫的 所以他的技巧 很多人 即使很多藝術家都是讚嘆 就是說 他是確實特別特別傳統 呃 但他 為什麼這兩個主題的作品 一起行進呢 因為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像跟呃 劉振成一樣 他前面的作品是探索 中國當代社會原人的這種 呃 因為沒有一個 就是呃 一體的 和諧的一個價值觀 道德觀 和一個社會的一個 就是一個穩定的一個體系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迷失 呃 困惑 呃 壓力從從混亂 所以他的當 那部分作品是反映那個 那他另外 藝術家到了一個年齡 他們也要尋找 我們不能只是提出問題 我們也要試圖尋找答案 所以對於他個人來說 他覺得 在畫這種傳統的風格 來畫這種清綠山水 是他尋找這個 醫治的一個方法 大家一定要意識到 就是說他的作品 他其實畫的特別特別像 我等一下可以把兩幅作品放在一起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他不是臨摹 他不是在臨摹一幅古代的作品 他也不是 他不是說臨摹或複製 他是在畫自己的 他用的就說技巧是特別純正的傳統的技巧 但他是在畫自己的畫 而且他甚至不是在畫一個真實的風景 像我們宋代你要去看那些繪畫 他可能有的都知道他在哪看 就是說他的風景是有成造的風景 他的是沒有的 所以他也是跟我講 就是很多人都誤會他這個傳統的這個方面 所以我在這方面我要把他稍微給他講一下 就是說他不是在複製或在臨摹古人的山水畫 他是沉寂了傳統山水畫的才智 表現樣式和技法 等以後大家會看到他的技法真的很道將 他本人對傳統山水畫有種很深的眷戀 大家要看得到他的就是那些很當代的東西裡面 都是就是藏著很多他傳統山水畫的這個表達方法 還不能只是說山水畫 就更早的公筆畫 就是說他很喜歡這個 他覺得做這個事情 他能更深的感受中國傳統哲學 對自然的看法從那裡得到啟迪 他用最傳統的這個方法 但是他是在反觀經典 他不是在複製經典 他在這個反觀的同時 他對這個他所處的時代 所處的社會 從他個人的體驗出發來才探索 所以他就像劉正成的藥谷 或者沈瑞君的滋留地 他的傳統繪畫的這個實踐 就是他的抵抗這個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和無益感 他自己獲得精神或者心理層面的一個方法 他也希望大家 就是說你要是去看那個畫 你看他那個精細的程度 一個樹 對吧 那個葉子一筆一筆一筆 你就知道他得有多安靜 就是說心裡多就是像一種冥想一樣的 所以他的作品呢 雖說他是具象的 但他的創作過程讓我想起 我們上兩個展覽裡邊的藝術家 呂棚他就拿這個手指一點一點點那個手指印 他是一樣的 就是說讓我們人放下這個自我 我們要在社會上要看見做什麼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群裡有一個對話 就是有一位朋友說 我看不明白呂棚的東西 他在那個地板上一點一點點 說他這不是浪費時間嗎 難道生命不值錢嗎 那我當時立即的想法就是生命就是不是值錢的 生命是珍貴的 但他不是拿錢來算的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 很多人都會說 你有錢了可以談這個 但是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要對生活有一點的屈服 但是你同時一定要有這個感覺 就是說生命不是錢 生命需要錢 你看這是他的春山圖對吧 就是說你仔細看一看 就是說這個我相信呂棚也沒有出去寫生了現在 所以他這個是他自己的一個像一個冥想的方式 像他自己跟自己的一個對話 他用這種方式 就是說好像跟這個古代的藝術家在那裡交談 然後尋找一種 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 我怎麼能尋找這種 我和自然的這種關係 和我自己的精神上的這種自治 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圖片很小 就是說那這是郭西的幽古圖 那古人他們畫的時候他雖說我們說每一個畫都是你自己的內心的寫照 但是古人畫畫的時候他還是在畫山水 他只是說我要把我的心思把我的這些東西寄託在山水裡 他主要還是在畫這個自然的山水和風景 那呂棚更多是在 尋找通過這個做一個美理 每一屆來尋找他自己內心的這種安寧和自治 他通過希望通過這個作品展示給你 你能感受他的過程 你不是去尋找 如果這個山在哪裡啊 這個有云這個房子在哪裡 不是這樣 你去看他的創作的過程 去感受 就是說通過他 通過他的藝術 通過他的這個過程 去跟我們古代的這些古人們的思想和精神和我們的哲學相連 所以他們三位藝術家都強調 這個道發自然啊 天人合一啊 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而是怎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邊 我們找到一個方法 能自己去實踐 假設你就住在一個公寓裡 你什麼也沒有 你就在你陽台上種你的幾盆花 那這就是你的一個尋找的方法 就像那呂棚的這個 傳統的這種風格的 青綠山水畫 就像你就種了一兩盆花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他的血跡平遠圖 有些朋友可能看到了 意識到一方面就是說 就是感嘆這個呂棚的這個傳統繪畫的這個功底生活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 他其實是偷偷的加帶了東西的 他的這些作品裡邊其實也有西洋會 就是說西方繪畫的一些東西 夾雜進去 所以他是說他堅持要在這個 用兩種語言在這個裡面來創作 這個是宋代郭西的樹色平遠圖 所以大家我把他們放在一起 我是想讓大家感覺到 這兩個時代的差別 就是說他不是一個複製品 他沒有想試圖忽悠你說 你買不到郭西的 你就把我這個買去可像 他沒有這個意思 然後你看他這個春山圖 對吧 就是說你看他畫的這個山石 就是這種什麼雲卷石 然後這個樹枝 就是像什麼 我看他哪一幅裡面更明顯 就是所謂的蟹炸一樣的那種 就是傳統的一些什麼春法呀 這些東西 那他是很到家的 我不是學藝術理論的 所以你們不要用不著來 哪個你們也不需要知道那麼多 所以你把這兩幅畫一筆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是受他的這個技法 和表現形式很多的影響 但是呢 他說我不在畫風景 我也不在複製他 我在尋找我自己的這個過程 我在表達一個當代的一個人的 一種探索 像這一幅作品 很多朋友其實說 他們一進去說 這幅作品我看到了 這幅作品一看不是古人畫出來的 因為他不太像一個真實的 好像就是說明顯的感覺到 像是藝術家自己內心的一些東西 在那裡邊 他也可能有衝突 有這種平衡 然後他這些細節 這種慢慢慢慢的畫 所以大家就是說 盡量找機會能看一個真實東西 這是他送給我的 也是一幅以前的作品 其實你仔細看你這裡頭 你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他的現代畫裡面 有中國的傳統的繪畫的風格 他的傳統裡面也有一些西方繪畫的風格 然後他這兩種作品和兩種風格 看起來好像是風馬牛不相機 那他們其實是實一體的 他其實都是在探索這個 就是說在我們當代社會 人所處的這個處境下 就是說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經歷了什麼 我們怎麼去尋找這個答案 下一個藝術家就是沈瑞君 那個沈瑞君呢 他是 我是覺得 他作為一位女藝術家 我真的是覺得挺有才華的 那沈瑞君呢 其實是 我是零幾年 零七年左右的時候 他在芝加哥藝術學院 我當時聽說他了 07還08年 因為他當時拿到 比較大的獎 在芝加哥藝術學院 你知道就是說 從中國出來 其實要進去都不容易 他是中國美院 中央廣州美院畢業的 他不但拿到了 他不在不但進去念書 而且他還拿了 那個芝加哥藝術學院 很有名的一個 講學金 叫Toby-David Lewis Fellowship 所以你可以看 他是很有才華的一個女藝術家 然後他後來拿到 John Mitchell 就是一個 抽象表現主義時期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 美國女藝術家 但他後來大部分時間 並去到法國 去年吧 在舊金山當代博物館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個贈 所以呢 他是比較年輕的 我覺得他最獨特的是 他有一個 他的 他的感覺特別特別特別怪異 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的作品參加 就是說這是一些 他的展覽經歷 他的這個收藏經歷 他同事他策展的 他也在一個 在深圳那邊還是廣州那邊的一個 美術館當過 好像館長當過一段時間 所以他是少見的是 在這個理論和實踐之間 能跳的一個藝術館 我想呢就是說 我剛才不是講到過 就是說 我後來終於有機會 看一下他總理的創作 所以我覺得從簡單來講 從整理來講 他的創作就是說 雖說他的圖像非常好 因為他的技巧真的是超群 他畫得很怪異 所以你會被他的圖像吸引 但是他自己一再強調 他不強調圖像本身 他是強調他要製造的 這個特殊的一個情境 他構建這個情境 然後希望你能進去 感受這個體驗的生發 他希望觀眾能進到他的作品裡面去 在那裡邊旅行 然後自己製造自己的體驗 然後從外賦予作品意義 這個其實這三位藝術家 都有這一點相同的地方 他呢 他這個藝術形式和媒材也非常多 他做animation 他的drawing非常好 他的絲上面的繪畫 然後他真的是去把一個滋留地 把它種出來 他還到好多地方去跟一些人合作 種這些滋留地 他也做研究 研究我們那個滋留地的這個歷史 所以他把這些東西他 但他真正想探索的 就是說他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他想探索的是生命中的一些矛盾性 就像我們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希望哦 最好食物是從這邊過來 我們最好雞蛋都是Costco已經煮好了 可得波了 我拿來就吃對吧 那另外一方面 我又覺得最好我能生活裡面 因為我自我控制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在矛盾的 這種激世的和糾纏的 虛擬的和真實的 日常的和給我們一種啟示 他神秘的這種世界的東西 和個體的與極理的 正常的和例外的 所以他是在探索這些矛盾性 我們這次展出的只是他進來的這個項目 就是叫自留地項目裡面的一個小的一部分 所以他主要想探索的 就是說在當代社會這種破碎的 無法自我控制的一個生活的這個景點 我們怎麼尋求這種精神上的自治 用一種什麼樣的形式 所以他現在 他相當於在做一種生活的一個方式 這個生活方式 他希望從此行到一個精神上的一個意義 這是他以前的這個作品裡面 2005年 他的Join就是紙上作品的 這個素描的一個裝置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他為什麼要把它做成一個裝置的形式 他要你有一種體驗 他不要你只說我去看到這個圖片 他感覺好像 你在這麼過去的時候 這種橫向走過去 和這種一二三四五層的這種樹像的感覺 然後這種折痕的這種立體感 在你走過去的時候 感覺讓你覺得有親近的地方 然後有些東西像植物 有些東西像動物 但你又明顯的感覺到這裡面有一種荒誕的東西 有一種陌生的東西 所以他在製造一個情景 讓你進去感受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他作品的一個很獨特的一個地方 這是他研究這個滋留地 所以他從1951年 就是中國這個滋留地政策 他把它這個相當於編年史一樣的研究 你說大家說滋留地有什麼 這藝術家是多了真的 其實你仔細想一想 在中國的歷史上 滋留地是一個非常有 就是說對於很多人來 是性命有關的 因為當時啊 就是說我們土改的 其實是對吧 就是說1949年 我們打敗國民黨 那個時候打土號分田地 哇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我有一塊田地了 我自己的啊 你想農民就是要一塊地啊 但是呢後來我們很快就意識到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這個不能私有化對吧 所以土地會收回去 收回去 然後很快到了50年代 我們就有三年大饑荒 這個時候呢 就是國家後來出來這個 就是51年應該是還沒有到三年代 我不知道 我這個我也距離有點不突了 就是說這個合作社啊 這一部分的這種變化 但是呢就是後來 我小的時候我是知道的 每一家都是有一塊地的 也有可能是這一小塊那一小塊 都是分給個人的 這些有可能不能種水稻啊 所以每一家都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經營這塊地 為什麼呢 你可能能從生產堆裡拿到一點點糧食 但是菜可能對你自己種 所以那有時候沒有糧食的時候 你就靠菜吃飽自己 所以每一家他們都會很用心地去想 我怎麼就像我們現在天天提的這個 Symbiotic System Symbiotic System 怎麼我這邊玉米種的 再有這個高的這個低的 這個快要扯掉了 這個新的就已經長出來了 所以我們很關注這個 而且大家一般都不願意用農料 都是自己吃的對吧 那個東西可能長出來是醜的 不是那麼好看的 不像我們現在超市裡買的東西 但是一定是好吃的 一定是健康的 所以他就是強調這個 就是說每一個人要有一塊 自己的小自留地 然後就是說 這是在當代這個社會大的局勢下 你沒有辦法控制 戰爭 瘟疫 病毒 你都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你自己能控制的一點點小的東西 給你生命裡面一種 好像這種自治的 自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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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他就是認為 這個一個體的 這三位藝術家都會強調個體性 因為他就說如果我們說 归类这个是玉米 那我们无数的玉米都过去了 就像我的一个墨西哥艺术家告诉我的 他就说他老是去探索他们的这个基因改良这个东西 他说我们原来有几千种玉米 现在大家认为这个不抗虫 这个产量不够 我们都把它去掉了 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他的在北京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展览 installation view 装置图 他们把整个墙都刷了 那我这次我没有 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要硅谷的 就是在一个白色的这种空间里 一个现代的一个就是冷漠的一个环境里面 要你去感受这个自流地这个种植 这种跟自然相比较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这批作品来自于他的一个叫 Garden of Self-Lingering 这是在就是深圳平山有一个博物馆 他们当时博物馆的有一个艺术家 做了一个作品 它叫Unknown Garden 未知之园 未知花园 那这个未知花园呢 就是砌了一些砖 啥也没有 后来 这个不好讲 因为我们这有录音的 后来那个博物馆的人说 说弄点什么好看的嘛 后来就找这个Sanry June Sanry June呢 因为大家如果在南方长过就知道 就是说砖的缝里都能长出来东西的 他说没问题 所以他就开始他就说 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滋留地 就是来种吧 所以他就是把这块地就种出来 我现在就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他的作品 刚才我们讲了很久 我刚才没给大家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所以呢 你看一下 这是他的就是他的精细的程度 他的写实的程度 就是说同时你又意识到 说写实吧 他也不像个真实的空间 对吧 你看他把这些东西摆 摆着呢 但他把空间感拿掉 所以 这个也是 就是说他一方面写实 一方面又觉得有一点点虚虚的 为什么呢 我找不出这块地的空间感 那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我就想到这个的话让我想起 这是徐卫的这个就是花草手绢 你看他也是 就把东西堆起来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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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摆 对吧 没有给你空间感 为什么把它摆起来 然后等下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东西 那个沈瑞君的形还挺像 觉得的 像这些跳出来 这里面长的这些草 所以我就说一个艺术家 也许是因为写说 你不要跟我把我跟这些艺术家联系来 我没有受到这些影响 因为艺术家好多东西就是说 他们自 他们的就是 自意识到的 和我们作为观者 我们去联想的 这没关系的 我们也不用上法庭去打官司 谁对谁错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所以就是说 我可以去看看其他艺术家的东西 这种联想是我们艺术型上 你很重要的一点 那它是在广州美院毕业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领兰画派是 在我们中国就是 modern time 就是在上个世纪的话 是领友影响的一个画派 他们前边的就是说 高肩负 我们就讲什么 这些我们就不提了 但是呢 到第二代像照上 你看它这种 就是说线条之间的 这种穿插呀 点的节奏啊 这种动感啊 然后我们看看那个 这位是 就是你看这位 就是他们之间的 这种密集的线和这种点 就是当然你会发到 以后你会发现 很多艺术家 都会有相互之间影响 也这个跟操细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 艺术的这个传承 就是你通过这样来对比的 就是对你的艺术心上 会产生就是说 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同时呢 同时呢 你又把这个历史就是连起了 我怎么又不行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滋留地 这就是说 它说耕作 真的是在这种 像这个水啊 有的里面欧肥啊 说这些东西 就说这幅画很小 它只有高 只有9.8寸 横向只有15.2 但是这幅画呢 画得极其精细 我现在我就觉得 我这个眼花了 如果我要看 我都很不得要戴着眼睛看 然后我就笑 我说沈瑞萱再这么画下去 够不了多久 这小眼睛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自己跟我讲 他说他一年这样的话 只能画五六张 因为他真的是 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 他那个玉米棒啊 那个虚啊 我说这个不得大半天时间 可能 所以就是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是画这么细 他就是要让你感受这种 一方面是他对每一个个体 他自己说的 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 是他对个体的强调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这个个程里面 就是这种冥想式的 就是这种 有一点像 像灵修一样的 这种静修一样的 这种精神境界 他想把它传给你 然后他这种空间的这种东西 就是说 他没有明确地给你 把这空间弄出来 这些 这些每一个 每一个物体 每一个object的 每个东西 它都非常非常写实 但是你可以去制造这空间 你可以在那里面穿新 这个作品呢 就是说 我们在展天里展的时候 我们因为他 我们拿到作品已经很晚了 我们没有办法 拿得及装表 这个作品就是 就是说 真正的装表方法 是要装个很大的框 那他因为他的这种 这种 density和这种 就是说他这个强度 和他这种细腻的程度 他需要一个很大的框 告诉你 这是一件 very significant 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有分量的作品 然后他再把你 把这个里面有个小框 就是说 你好好仔细来观察这个作品 这是一些局部 就我也知道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拿电脑看 还好一点 如果你现在拿着手机 我是知道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 真的细节的 但是你真的 你看他每一片叶子的 颜色的深浅 同一片叶子里边 可能里头还有 有些地方深 有些地方有白 他是非常非常细心的画 这个鸡的每一个毛 他都仔细在这画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的这种细腻的程度 然后像这种 这个滋留地 美丽的守护天使 他想说这是什么呀 那我也只能猜 我觉得 这是不是小稻草人呢 干什么的呢 就守着这块地 但是这个就是 他就希望你能感受 他在种这块滋留地的 这里面的这种 这种乐器 这种细节 你看这种 就是说细致的程度 这个地方我甚至 我刚看的时候 我说难道他是绣了花 所以就是说 他的这个 精细 你看这一部分 真的就像跟 那个绣花针绣出来的一样 然后这一块 同样 我还听 一会儿 没什么事情吧 没有事情 可能有人 没有把它 没有掉 那这个也是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 就是把我们的眼睛 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 sharpen our eyes 就是让我们的眼睛 更敏感 这个不是一朵 美丽的花 这不是牡丹 这不是 纳梅 这好像就是一个 甚至都不能说 长得很好看的植物 然后一看就是 滋留地里边 这个地好不好 反正我稀稀拉拉 再长了啥就是啥 对吧 这个万物在那里 很自然的生长 但是它其实带给我们更多的 就是说思考和感受 这些东西很难让语言直接表述 而且我想你每天如果是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景况来看这幅画 你可能你的感受也不同 所以它这幅画叫看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植物 我们是看客 但是植物看我们 可能它也是看客 这就是你看这些细节里边 这个一点一点点的那个花 所以就是说 当代艺术 有的人说 为什么不能像传统那样 画得很美了 当代艺术家也画得很美的 他们也很会画的 不要以为他们就不会画画 有的人是 叫我们叫自飞武功 他会画他也不 他也不画 那那他是有他的原因的 然后这幅作品就是说 再看一下 就是他这个细节的 就是这种丰富的程度 所以就是说 你再回家 如果你家里有一幅 就是朋友临摹的什么摩托花呀 或者谁给你 或者你在哪买的东西 你就把这个和他比一下 你看看 谁更有意义 谁更丰富 谁更有装饰价值 谁更带给你在你的房间里 带给你享受 然后 这是他的 他发给我的图片 这就是说 你看这种生活的 这种自然的 这种可能在城乡 就是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上 那个农生还有一部分还在那 他们在那种着自己的一点点地 那这个地绝对不像我们的那个加州的那个农场 中国那么完美 对吧 但是这里面有生命力 就是说有对生命的更深度的理解 就是说你可以想到住在这里边的人 他们生命里边的这种喜乐和挣扎 然后像这个也是 你看这下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芭蕉还是芋头 我的这个农业知识现在也比较差 芋头 芋头 芋头对吧 你看这个被砍的芋头 然后这个有的在生长 有的已经叶枯了 就是 当我们一天到晚在公司里工作 在想着把这个程序怎么做完 把这个事 我们脱离这个生命太远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回到那去 所以他们这三位艺术家老讲到一点 他们就说 我们的通感 就是在我们跟自然相接受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相通的感觉 这种感觉带给我们医治 你看像这个地方 那这个植物它是一个枯死的植物 我们应该能从这个枯死的植物里面 看到生命的过程 能看到它的美 对吧 然后这个你看这一只 我弯过来 这是什么呢 大家有知道的吗 甘蔗 甘蔗我以为是长直的 你看它这个就给你歪歪的长 这个是直的 这个就很有意思 它就是说 它要让你看到个体性 你看看到这个甘蔗 你再回去看它的这个 对吧 所以它有写实的就说 这个这个成分在里头 只是说它不是这样 如果我现在画一幅画 画成这样 和画成这样 那个更给你感受 所以 其实我一直想跟朋友讲 就是说当你们说 哎呀这个画的像和不像 其实我们是被骗了 我们的眼睛 我觉得可能是神造人的一个特殊性 我们的眼睛 天天等着人骗我们 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东西 我就哗就想到那去了 其实这个东西 他们就要视错觉 对吧 我们骗得开开心心的 但是呢 你既然有这个 你就把它发展得更大一点 不要想到只有这个才是写实 只有这个我看着才舒服 而这个看着就不舒服 这个就看着就不舒服 都应该是这样的 而应该想到 这个更有意义 因为既然都是视错觉 这个视错觉 是经过艺术家的思考 经过艺术家 他自己内心的感受 带着出来的 这个 只是自然的东西 那你要看自然东西 你到自然界去看 那这个 就是说 为何不是金丝雀 这个大家会觉得 这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怪呀 其实你想一下 首先他这个题目 为何不是金丝雀 我们都知道 金丝雀是养在笼子里 好好的 对吧 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界的东西 然后呢 他的这个形状 我又想起了最前面的作品 我看看 我有没有放他的 你看 其实他跟他的 他艺术家是一致的 这里面是有东西相连的 所以说我不能跟你说得太清楚 但是他是有一些行李上的 暗示和相连的 所以到这 就是说 他虽说是超写实的 这两个鸟 但这两只鸟 你有没有感觉他的 他的 好像 不可知 莫名其妙 挂着在 他究竟是什么呢 他的这种细节 他的这种挣扎和生命 就是说 也许是说 我不要当金丝雀 要这种自由的生命 对吧 这种 就像这些东西 那是一个网吗 是把它挪网住了吗 这东西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 然后这幅画的细节 真的是惊人的 我看他有没有给我 所以 就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作品呢 就是这表了 表达他比较小 所以我把一张大的放下 你就看这个 你没有感觉到 他是活的 他就像我们身上 我们的人会 人会长毛啊 会什么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小鸟躲着 但他绝对不是说 他只是画一个小情趣啊 他有他的 很深刻的一些 带着这种 我觉得一种女性的一种 有一点点怪异的这种 很敏感的东西在里头 我老跟人家开玩笑 我说 他当时问我 你要这个吗 我一看我就说要 我说干嘛 我说我还没见过 这么性感的植物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但他的细节 你看他这一点点 他还要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那这个长了一点 什么东西 这个网 他都把它描述在这里头 所以他这些细节 是他对个里的 就是说极其关注 和他对过程的 这种 就是说这种享受 这种冥想式的 缓慢的 你看这个也是 那这个仙人掌 就是说我们 我给你看一个 真的仙人掌 你不会那么注意看的 那这个仙人掌 我就觉得百看不厌 因为他 他把那个生命的张力 其实更加 真实的显现出来 他把一些 我们司空见惯的 一些行去掉 如果我现在给你 看一个仙人掌的照片 你看 仙人掌 我看了那么多了 绿色的 然后上边掌刺 你不可能说 那么细致的去观察 就是 恰恰是被过滤的东西 比方说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黑白照片 非常吸引人 为什么 因为他把一些 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 他过滤掉 然后他提存 他有一种陌生感 这个时候反导 让你更加去关注 去感受 去思考 这是他画的 这个小石头 这个就 已经就是说 更没有写实的 但是他画的很细腻 对吧 你感觉到 那每一块石头 它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还赋予它颜色 就是说 那这个情趣 肯定比你给我画 花几个真的石头 生的多 对吧